上面部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其实你可以等下,这边画一条线往上 往上的部分的话,距离是10 enter 那当然你如果要重复画这一条线,方法也很多 你可以用复制的,你可以用在复制这里也可以啦 复制,选这里一下 从这边复制到这里,复制到这里,复制到这里 如果才4个,你就复制过来,这样比较快 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比如说你有超过10个以上 你这样正列也OK啦,这个方法我想大概就是没同 那这里的话,上面我们总共也是要4个 所以这部分也是用复制,然后把这个部分选取起来 按个空白键 那基准的话,基本上也是以这个,就是左下的这个终点 当成基准 那再来第二点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输一个A 因为也是一个正列,那你也可以一直复制复制上去也是OK啦 4个其实也不算多,4个enter 然后第二点的话,你就从这个终点把它移到上面这个端点,点一下 OK,那这样的话,再按一个空白键 再把上面的这个,凸出来的部分把它删掉 那把里面的部分也把它删掉 因为里面它要的是一个矩形 所以呢,特别注意,你可以用虚线的 虚线就是碰到就算,会比较简单 那实线是要整个选到 特别说,虚线跟实线不一样 虚线是碰到就算 所以里面的部分呢,我用虚线碰到,然后按delice的键 或者你按这个删除键也可以 OK,那里面的话,我们要处理那个矩形 对不对?那那个矩形的话呢,就是再直接矩形 那它的那个点的部分呢,是从这一点上去 对不对?然后再到哪一点?再到这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双追点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到这一点 它会自动追踪出来,有没有?从这一点上去 然后呢,会再碰到这个左边那一点 特别注意呢,怎么知道有没有追踪到? 你要看到有虚线出来 有虚线才算 你不能说,看到好像有碰到了 看好像这个最后尺寸就有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一定要有虚线状态 然后再把它点一下 然后再到哪里呢?到也是这一点 下来之后的这一点 也是有虚线的,对不对? 有虚线的状态才点下去 点下去,OK 那这个矩形就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用追踪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以前早期的,如果你不用追踪,你要画线 你要画线 反正你画一条线,就会有一条焦点 有焦点再去用焦点 可是问题,你要为了找那个点,要画两条线 最后还是把它删掉 我自己还是,图面就会感觉有点混乱 OK,那再来的话,就是直接画线 直接从这个终点,拉到这个终点 然后终点拉到终点 那因为线不多,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画线就可以了 这条线 OK,那这样的话,这个图就完工了 有时候你也可以画一条线 用什么镜色也可以,复制也OK 那这一题的话就完成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把判例26完成